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KS Media HK的歌手訪談節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Kami 劉子晴 今天很開心很榮幸邀請到我一個 認識了很多年的好朋友 Colline 可南 去分享她自己未來發展的去向 以及讓大家了解多點她工作以外的她 Hello Colline Hello 歡迎你這次來到我們的節目 其實我這次真的是第一次去和你接受訪問 因為其實我們都認識了很多年 但是訪問是第一次 首先也想恭喜你 因為知道早前你貧著一部美電影 十年後再一次輸入這部電影 得到了一個最佳美電影類主角金獎的榮譽 多謝你們的觀眾分享一下你的得獎感受 其實我覺得這一部的美電影最開心的是 應該要多謝導演 因為導演花了很多時間和我去溝通 去談我的過去 問了很多的故事 然後她抽取了其中一段是真人真事 因為我去年有一個音樂頒獎典禮在澳門出席 其實我讀大學的時候也有很多澳門的同學 真的不知為何畢業之後 大家十年都沒見過 那一次的契機也不知為何也沒見過 但我們以前曾經真的很朋友 之後就聯絡回 之後 本來大家會覺得這十年都沒找過 突然之間約見會否很尷尬 但誰知道原來真的見面的時候是不會的 原來我們的隔膜只是在乎一通電話或者真的見面 所以我覺得這次是很開心可以用到這個故事 而去演繹的時候也很真情流露 因為是真的自己真感受 所以哪有些對白都是加了自己爆肚 當日我真的見到我同學的時候有說的 譬如是 大家都先做了 喂 你胖子 真的很自圓 所以我也很開心可以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而因為它是說人與人之間 只是不回WhatsApp的訊息 為什麼不可以真的見面呢 因為我也覺得是 資訊科技發達了 但是人人的距離好像拉遠了 透過了這部電影 也多了人留言說 突然很想找到中學同學 或者大學同學 我覺得透過一部電影 可以令到大家都有這樣的反思 我覺得是很好 很開心 除了演藝作品之外 其實Colin最為人熟悉的 應該是她的音樂作品 其實我知道你最近 和你旗下的新人黎俊賢 合作了一首合唱歌 是一首例子作品 你們第一次合作 有什麼火花或者隨時發生的呢 火花? 又沒有 沒有什麼火花 但是 講講這一個合作的契機 其實就是 因為我去年 練習武術動作的時候 弄傷 就是斷了十字印帶做手術 收術之後其實我兩個月都不能走 就在那個時候 突然收到這個癌病資訊網的邀請 想我幫他們做一個主題曲 那時候聽到 咦? 我對癌病不太熟悉 也不太認識 我怎麼幫他們做呢? 但是那一刻又覺得 很特別 為什麼他們會在我 又腳受傷 又開不了工 又照顧不了兒子 那一段最無助的時候 來找我呢? 而我覺得最有同感 或者是同理感的就是 我只是想到膝蓋 但我已經覺得這麼無助 又這麼徬徨 但是更徬徨 是一個本來很健康的人 之間七初知道自己患了癌症 所以我那一刻覺得 咦? 可能是有一個任務要我去完成 就是 我也可以去透過自己 或者透過音樂去感受他們 於是我就接了這個項目 做了很多的研究 訪問了很多患了癌病的人 或者是有些康復者 首先後來才發現 原來自己也有一個大學的同學 患了癌症 其實本來他是很健康 打籃球 又不煙又不走的 突然間我看到他在FB 寫說今天是他抗癌一周年 那我就忍不住打電話給他 然後他就跟我說 因為去年證實了他患了鼻炎癌第三期 就說當時他太太還要懷孕八個月 然後我問他 我問他 那你太太有沒有哭 他說 我太太沒有哭 不過我自己忍不住就哭 因為他是男生 是 然後那一刻很打動我的是 他太太 我自己也懷孕過 我也知道孕婦其實會有些情緒的波動 但是他太太對著他沒有哭 可以這麼堅強 但如果我面對著我一個愛的人 他患了癌症第三期 其實我們不是太了解的 我不知道第三期聽起來好像很嚴重 可能我也有很多未知數 依然可以很堅強地支持他 他說他最遺憾就是 他不可以陪他太太陪產 因為他太太剛剛要生產那一天 正正是他最後一次化療 其實那一刻令到我覺得 原來一個病人 他們當然是希望別人的鼓勵 支持 陪伴 但原來陪伴他那個人 都要不簡單 是要非常之堅強 所以今次這首歌 我又找來了剛剛 由一個肥仔 大肥仔286磅 然後因為自己 感受到自己 第一次在街上暈倒 然後發現健康的重要 因而開始減肥 減到現在是160磅 足足減了一個我 120磅的肥仔 黎晉賢 然後跟他合唱這首歌 我們分別是聲演了一個 一個患者 另外跟他同行的家人的一個角色 在歌詞裡面 另外也有遇到很多的康復者 有一個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那個女生 她其實是二十多歲 很美女的 突然知道自己患了癌症 其實心情是很低的 原來不是每個病患者 都很欣然接受別人的加油 鼓勵 原來不是這樣的 當他們知道的時候 他們反而是告訴我 其實他們跟我說 加油 努力 這些事情真的很廢 因為病的人都是我 他們就算說多少個加油 有多少個支持 其實受苦 都是他自己 他說得沒錯 但是要將他們這種負面的心態扭轉 一定要靠他們身邊的人 他身邊有一群好兄弟 為了他鼓勵他 在他做化療 可能他脫頭髮的時候 就陪著他一齊 一群兄弟一起去鏟光頭 這個舉動是令到他很感動 對 既然我一群朋友沒有事沒有事 他們都陪我這樣 我不可以放棄自己 後來有他的態度的轉化 所以這首歌 就是這樣的契機 跟黎晉賢合作 所以其實如果有病的人 他身邊的家人和同行者 那份心 那份力量 還有可能比他更加堅強 這件事 其實真的很重要 對 其實我知道 Colin最近這幾年 都有跟很多不同的人去合作 好像之前 跟MC凱 阿凱去合作一首 《如果信》這首歌 其實這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歡 很輕快 還有一些網址加進去 其實是一個很新的元素 那其實接下來 會不會再跟阿凱有什麼合作 或者其實《如果信》這首歌 會不會再怎樣推展去更加遠的地方 如果信就已經拍了台了 大家聽到就聽 聽不到的話 就可以在YouTube再回來 大家快點去聽這首歌 其實它的意思是很好的 和阿凱真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 作曲填詞也是他去包辦 其實這首歌也有生命教育的意義 因為其實是講世界末日的 不要聽到世界末日 就覺得很負面 而是他想表達的是 如果你信有世界末日 如果真的觸碰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的時候 那你今天會怎樣對你身邊最親的人 其實都是希望我們可以去發現 就是身邊找回自己最親的人的時候 想做的一些事情 真的不要愛得太遲 是 去珍惜自己身邊最愛的人 不要 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時間擺放 是工作或者玩 其實身邊那個才是最珍貴的 家人和朋友 愛自己的人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首歌也是很棒 只不過是阿凱用了一個有型的方式去表達 但是這個方式上面的意義也是很吸引的 其實最近很多的內地音樂節目都很爆發 很火紅 其實知道Colin之前都有參加過一些國內音樂節目 其實你會不會想著進軍國內市場 或者推出一些國語歌曲 其實國語歌 由我差不多十年前出到也有出的 而剛剛獲獎的那個微電影 十年後再一次輸入中 其實裡面的主題曲 都是我自己最近一首新的派台國語作品 而這首歌剛剛兩個月前 我就去了上海拍過MV 為什麼會走到上海拍MV呢 其實因為我二十年前 我在上海讀過一年的書 是中學來的 當一刻認識了一群同學 當然我回到香港的書 大家都沒有見過 我們真的二十年沒有見過 去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工作的機會 去上海跟大家見面 看到有一個同學 他剛剛分享自己 他本來是打工的 父母想去打工穩定一點 但原來他自己真的很喜歡做攝影師 他一直堅持 終於做到有一點起色 最後他決定了自己是路向 一個旅遊攝影師 剛剛就在今年的二月份 他跟他一班的旅遊攝影師 一起去了非洲 有一個旅程 就要去六十幾天 而他又在上年年尾結了婚 本來大家都很慶高采烈 因為我們每天都有追蹤他的朋友圈 他不停把他當一天拍照的照片 他很勤力 他在這裡拍照 他拍照的風格 他拍照的風格 是要人同人 距離那麼遠 就拍照 所以他去到當地 他可能用他的方法 我不知道用身體語言還是怎樣 他可以跟當地的小朋友打成一片 去拍照他們的小朋友 很天真的笑容 他很喜歡拍照第三世界國家 是因為他想每一年都可以去當地 去拍照第三世界國家的人的生活 給大家看 希望城市的人可以關注他們當地的發展 即是我們發展得很快 但其實原來第三世界國家的人 可能會被忽視了 甚至乎對著一隻星星 他都可以很近距離拍照 很星星的眼睛 我覺得很危險 很攻擊性 為什麼可以這麼近拍照 我們同學一直跟著 誰知道突然間收到一個惡號 就是在他準備回程的時候 遇到交通意外 然後就撞車死了 當時全部同學的群組都不相信這件事 然後我們在插著朋友圈 不是啊 他昨晚才發展完照片 因為他拍照後 他漏夜不睡覺 他很興奮 所以他這樣穿著藥就在撿照片 就發佈出去 非常之敬業熬業的一個旅遊攝影師 但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大家有個遺憾 因為當年是說了 上年見他的時候說 你現在做了攝影師嗎 你可不可以幫我拍一支照片 他答應了 但當然現在撿照片就拍不到 但也因為這件事 我們同學之間 有一個同學也是拍攝的 我很想把這個MV 經我同學手拍出來 因為我不想再有一個遺憾 既然大家有緣去認識的時候 我很希望可以有一些合作 可以留下來 可能將來是一個紀念也好 或者也不想有一個遺憾 所以就特意去了上海 找了同學幫我拍了這個MV 成為了我一首新的國語作品的MV 我覺得也很開心 因為經我同學的手 亦可能是一個小小的紀念 大家一定要去了解這首這麼特別的作品 這首歌的歌名叫《愛了算了》 《愛了算了》 大家快點上Youtube看看 還未放上Youtube 大家記得密切留意Colin的頻道 大家快點上Youtube 大家快點上Youtube 你記得是個字幕提供的